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之前說過金氏媳婦爾林玉如毒殺三名至親 連她的老公都沒放過 而像這類老婆殺老公的社會新聞 倒是有不少案例 林玉如毒殺老公兩次最後得逞 不過接下來要說的案例 連續追殺老公七次 就非常罕見 堪稱最恐怖的枕邊人 時間要回到1999年12月9號 那一天晚上說起 在河床變道路中央 發現一堆不明物體正在燃燒 原本以為是一堆木頭 不料走近一看卻是一具屍體 同時警方也發現遺體的手中握有銅板 在民間的習俗是讓往生者所帶的帶路前 死者手上握著錢 這是民間習俗的首尾錢嗎 這通常是象徵往生者將財富要傳給子孫 照理說他殺不太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讓警方一度感到疑惑 而這起命案是一對父子到新竹竹東鎮 竹林大橋下面釣魚的時候 赫然發現一具燒得幾乎碳化的屍體 警方在屍體上面找到了一張玲瓏柔的身份證 立刻通知他的太太廖日紅到現場認識 廖日紅到達現場的時候根本沒有尻過去看 就憑那個死者的兩個腳底板 就遠遠就跟我們說對那個就是玲瓏柔 那時候我們就有一點起疑了 原來當時死者已經蓋了白布 只露出了一雙黑黑的腳 沒有穿鞋子的雙腳 只露下腳底板沒有被燒焦 廖日紅他一到現場也沒有掀開白布 直接又說這是我的丈夫 張組長覺得很奇怪還追問說 你確定嗎不需要掀開白布看一下嗎 廖日紅還直接回答他說不用了我確定是他 這麼堅定的語氣讓警方都不知道該怎麼回話 只是看一眼腳底他就能確認死者的身份 太不合理了 而且更詭異的現場看到丈夫死了 做太太的沒有任何悲傷的表情 反而相當冷靜 法醫驗師當然就是發現確定 他是被人家從後面頭部 從後面用重物重擊 那重擊然後是活活被燒死 死者在生前曾經跟他朋友講說 如果有一天他遇害請他跟警察講 請他往他太太方向去查就對了 但是警方的苦無證據 不過在調查死者的時候發現 玲磅樓身材壯碩 海軍陸彈隊出身 雖然已經是不獲之年 但是想要輕易打倒他也不容易 所以行凶的人應該不止一人 這時候警方還發現很離奇的情況 我們是覺得很奇怪這個死者怎麼生前 命運那麼坎坷 不是被撞就是被砍 不然就是發生火災 到最後才原來都是他太太一手策劃的 原來六日紅開架200萬買修 找來開修車場的許氏兄弟 第一次先利用假車禍殺人 騙他先生就是死者 說我的摩托車在外面拋嘛 你過來載我 然後他們就是要利用這個死者騎摩托車 到這個去載他太太這段途中 用這個車輛去撞他 那誰知道這個撞沒有撞死 只是輕傷 廖日紅不甘心還開會檢討 為什麼會失敗 發現撞得不夠狠 速度不夠 所以又進行了第二次假車禍 這一次他騙先生說 他有一個皮包放在朋友家 忘了拿回來 所以靈鑼樓他就自己騎著摩托車出門 同樣的一群嫌犯 這一次時數差不多80多公里的情況之下 用力撞下去 靈鑼樓被撞到彈飛起來再落地 再被撞成了重傷 手腳還多出了骨折 原本奄奄一襲 不過因為及時送醫住院 就毀了一命 沒死 廖日紅這一次更狠了 把丈夫騙到了許氏兄弟的修車場 人流灌醉 再來燒死他 靈鑼樓也醉了 然後也回到家裡睡覺 那到凌晨一兩點的時候 這些人就拿著汽油打火機 去把靈鑼樓睡的房間 去點火把它燒起來 可是這個也是靈鑼樓命大了 他那天因為喝醉酒 所以昏昏沉沉沒有跑到他原來睡的房間 而跑到另外一間去睡 所以沒有燒死他 三次殺夫都失敗 這下廖日紅是抓狂了 不管要不要弄成意外的假象 要許氏兄弟直接拿刀殺了他 把餐有安眠藥的藥酒 給這個靈鑼樓就是死者喝 然後喝下去以後昏昏沉沉 讓他在這個院子裡面睡覺 然後睡覺 睡到這個凌晨一兩點 許氏兄弟這些共犯 就拿著開山刀尖刀衝進來 然後他們第一刀就往死者的脖子砍去 往死者脖子砍去 接下來就亂砍亂刺 想說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絕對會死 他們就跑 誰知道清晨的時候 鄰居發現這個死者躺在這個庭院 趕快叫救護車 然後送醫院 結果又沒有死 這時凌晨樓的內心已經知道 是妻子要害死他 所以他就告訴朋友 如果有一天他被害 一定是跟他的老婆有關 誰知道沒隔多久 竟然又出事了 第五次的時候 他們就去新竹市買一條眼鏡繩 把眼鏡蛇的毒液 給他萃取出來 然後裝到這個注射筒裡面 趁他這個Linolo 因為前面剛被砍嘛 然後出院還昏昏沉沉的時候 給他注射 注射 沒有想到只有注射的地方 因為蛇毒一接觸空氣 轉變成為蛋白質 就不會致命 這讓廖日紅顯得更心急了 沒有隔幾天 他又去買了粗草劑 將農藥就裝在膠囊裡面 假裝是藥 但是呢 玲瓏瓏很清楚 妻子想要謀殺自己 因此拒吃 第六次殺夫失敗 一連多次下手都沒有成功 廖日紅他也警覺 丈夫應該已經開始懷疑他 所以這一次透過了許氏兄弟 找到殺手廖世宗 一個有多項前科的通緝犯 他開價一百萬 包准在三天之內解決人命 於是廖世宗帶著酒 假裝是遠房親戚的名義 找上玲瓏瓏喝酒聊天 他們本來想說幾瓶玉泉清酒 就可以把他灌醉 沒有想到說這個玲瓏瓏酒量很好 沒有灌醉 所以廖世宗只好又把他帶到這個酒家 連續兩家酒家喝 才把他灌醉 把他灌醉 那灌醉以後 這個廖世宗就把他載到這個竹影大橋下 然後拿槍脅迫他出來 然後他出來以後就拿著球棒 由後面給他狠狠地打了幾下 打了下去 當場這個雪全部噴出來 所以現場的雪滴 滴了三十幾滴在那個碎石頭上 那倒下以後 因為這個死者本身又喝醉酒 然後被這樣重擊 當然沒有反抗的餘地了 所以只能眼睜睜 很好在昏昏沉沉沉當中被人家淋上汽油 就這樣活活燒死 第七次終於達到了目的 還假裝死者的握有首尾錢來掩飾他殺 七次殺父的計劃 廖日紅還有殺手以及共犯 都小心不用電話聯絡 而是直接到許氏兄弟的修車場來討論 讓警方找不到證據 不過一切冥冥中自有定數 就在案發後三個月查出了一條線索 我們到最後清查到 他到最後落腳處是在酒家的時候 那個也沒有人認識這個廖日紅 因為他外地人 但是因為剛好 因為到酒家是臨時的變化 不是原來的計畫 所以廖日紅身上面有帶這些錢 所以他就出去 就把玲瓏樓留在酒家 出去跟廖日紅他們那些拿錢 那拿錢的時候服務生當然怕他跑掉 有出來計車 同廠牌同顏色 那有三個號碼拼湊出來有11輛 可是其中的一輛車級資料 是桃園的龍鋼的游泳路 因為當初案發的時候 我們調這個廖日紅的通聯的時候 發現有一通電話 案發前一通就只有零秒 我們就趕快把之前的車級 登記的號碼找出來 發現住址一模一樣 就這樣先逮到了殺手廖世宗 再查出幕後的主使人 就是死者的太太廖日紅 只要教訓他 那你會覺得你下手太重了 那不是我策劃的 我不知道那誰策劃的 廖日紅推得一乾二淨 但是一同落網的殺手們 都清楚指出就是廖日紅 一手策劃買凶殺丈夫 但是夫妻倆有什麼深仇大恨 一定要殺害整別人呢 結婚二十多年來 處心積慮地謀殺親夫 簡單來說 廖日紅為了就是要謀財害命 想要繼承老公一筆兩千多萬的土地 以及詐領大筆的保險費 而他下手殘忍 連警方也感到訝異與害怕 據他陳述是說 經常在家裡被玲瓏樓打 因為玲瓏樓喜歡喝酒嘛 那所以兩個夫妻感情不是很好 那不是很好的緣故啊 所以這個廖日紅在外面 有認識一個很要好的男朋友 那再加上廖日紅 想把這個玲瓏樓 名下的土地想賣掉 據說那時候賣掉可以有兩千多萬 想要賣掉 可是玲瓏樓不肯 那所以就興起他 想要把他殺死的一個念頭 有啦 可是有想不到啦 他說老婆做的啦 他常常叫他老公田要賣啦 賣掉啦 賣掉他說 我賣掉 一冒錢你都拿不到啦 他說我賣掉 我只要出去住 死者玲瓏樓的姐姐說 他們家是竹東正三重地區的大地主 10個孩子中只有兩個兒子 玲瓏樓他是排行第九 廖日紅在23歲的時候嫁進來 也成為玲瓏樓的第二任妻子 頭一次娶一個老婆 還要離婚走掉 第二次娶一個 以前是很好啊 我不知道 後來我不知道 原本婚後的感情還算恩愛 但是在連續生下兩個女兒後 廖日紅說丈夫變了樣 不工作又愛喝酒 而為了一家子的生計 廖日紅他就在附近開了一家 紅捷小吃店 以前的格局大概就像現在一樣 是這樣分這樣時間這樣 只不過是那個時候是用 木股搭建成那矮檔子 後來才通通開一定要改建過 因為我記得他以前開的 他類似是飲食店又不像 像是人家以前那裡有賠酒的 在殺父的前一年 玲瓏樓發生了一場車禍 嚴重傷及到下半身之後 狀況更糟 而根據警方的調查 當時夫妻倆已經分居 不過廖日紅是要求丈夫要賣掉土地 這一塊地是位於新竹科學園區 當時市價2600多萬 先生拒絕賣地 甚至打算要將土地過戶給其他的親人 結果消息走漏 廖日紅又氣又焦慮 這塊地不肯賣 也不肯過戶給妻子或女兒 竟然是要過戶給其他人 想到這裡 廖日紅決定要買凶殺人 謀殺親夫的廖日紅 最後逃過死刑 判處無期徒刑的業 他應該處於極嫌 應該判處死刑才以服眾 家屬失望又五代 這是台灣犯罪史上 雇用殺手殺人次數最多的刑案 廖日紅因為貪念買通了六名殺手 八個月內七次的殺夫 不惜一切製造丈夫死於非命 命大的玲瓏楼 卻因為不想要報警 最後還是逃不過死劫 廖日紅堪稱為台灣史上最狠毒的妻子 這是七次買凶殺夫的故事 有任何的想法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別忘了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掌握最新的進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下次見